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活里的开门七件事 但也成就了平凡日子最温暖的烟火味 为了让这烟火有滋有味 当家的主妇主妇们总是精打细算 而团购算是帮每个家庭用最少花费 创造最大利益的好方法 不过这次专题的主人窝可不只是单纯的网络团购 他们更致力于社区团购的开发 让邻里一起省荷包又好物 我希望用社区型的方式 让我社区里面的团友左邻右舍都可以买到很多 就是大家都可以买到便宜 就是团结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团所以才会比较识会 然后帮团友省荷包 我们主要就是有生活日常用品 就是生活用品 然后有五金百货 还有蔬菜水果 农产品鱼类 还有一些 那个农产 我们农产也团了很多 各地农产 农产 伴手里特色小吃 有时真的很难买到 甚至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业者深知 团结就是力量 加上超强杀价技巧 总是能帮团员 如愿地买到 价低物美的农产品 业者除了帮团员挑选好物之外 也很热心帮助优质的小鱼小农 做行销 农产品就是小农的 然后当季的东西大量的 我希望换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然后跟让我们的消费者 都可以买到当季的便宜的东西 然后还有那个鱼业 鱼产的这一块 石斑鱼啊什么 因为之前可能有卡关的问题 所以在国内这边 我就会帮他上我们的家 上架让我的团友 也可以吃到这个好东西 东西的好坏 并不是供货方说的算 业者也是有品管人员 监管品质 绝不让不良品进入团员手中 此外 业者也特别设立实体门市 团员如果有任何疑问 或有特殊需求时 门市都能帮忙处理 不用担心发生网络购物 却求助我们的窘境 当然购买者也可以透过粉砖和业者 进行各种资讯交流 因为最佳服务与最好货物品质 使业者始终的坚持 也由于这些坚持 再加上处理团购后 发现家庭清洁用品是购买大宗 但要让团员可以安心使用的却不多 于是决定自创品牌 开发以天然成分为主 并由GMP厂生产的清洁用品 为每个家庭实际把关 我想说既然我做个团购 就是要对我的团友要服务好 让他们买得安心 所以我就想说 自己做自己的清洁用品 可以自己把关 我们的成分 就是不像一边发现的香气精油 我们是用天然的精油所合成的 所以这是让客户有种安心使用 就不会伤及身体的产品 提供嫁美的安心好物 一直是业者秉持的理念 在后疫情的新经济时代 业者更与团员一起聘经济 因为现在景气不好 我也想说 利用这块平台 能让消费者创造更便宜的东西 让他们实费的东西 让他们拿到手上 有了业者的用心 消费者就可以用最小花费 获得最大利益 虽然业者当初发展的团购 是无形插柳 但透过网路 粉砖 实体聚电与社区 这种又浮同享的温暖 便在淋漓间散开 也许有一天 您也会在自家的社区里 发现这种温暖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